王盈修老人,他今年84歲 拍的照片裡頭有一個老頭子 那是行愛的一個 他是小學的時候跟著他父親推過代價的 他和他父親從那個斬車上把搖成物背下來 在改善下的瞎思外遇見了一個老頭子 他才調了一個紅軍的正式面目 說說中央紅軍來以後 踩的衣服特別破爛 十月前倒是在山北遺境人都很能量 紅軍還是掛著腳踩著破血 這是一座必稱之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座烈士陵墓 革命前列祖國不會忘記你 祖國的人民永遠回念陵墓